那個年級設計隊伍嘛 像小異丁都寫永奪第一 小異丁就會讀一五二 那我女兒他們搬 小三小三 爸爸喜歡 什麼 小三小三 真的嗎 爸爸的隊伍啊 小三 我覺得就是因為 高潔她因為可能還在線上 所以她一直都還滿需要 去維持她的體態 我自從就是 當了這個嫌妻良母 家庭主婦圈之媽媽以後 我就覺得我自己做得很完美 所以我一直覺得 她覺得我的身材不好 是因為她要找我麻煩 對 所以她就在這件事情上面 特別管我 包括我平常有時候 跟小朋友一起出去 她正面不拍 她就偷偷從我後面拍一個 我短腿的照片 然後還故意呢 就是傳給我的時候傳那一張 然後故意要讓我看到說 你看你就長這樣 就很過分 這個也是她偷拍 明明我跟我兒子在走路 突然間她就朋友我們一下 右邊是你啊 旁邊是你 看不出來 有沒有覺得 我比我兒子還壯 太可能是你吧 有一點 這個更過分 可是你嗎 可是你嗎 妳長這樣喔 我那個時候 那樣子的時候呢 她會有一個觀念 就是她認為就是說 我們家庭主婦在家 就是 可是她不知道 我們長那樣很辛苦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時間 去運動 然後呢 我們只能夠每天 就是在廚房忙三餐 因為每個人吃的都不一樣 然後我自己辛辛苦苦弄得了 然後買菜 那是不是 如果吃不完 感覺我就是廚餘桶 連我媽媽都說 你真的不要把自己當作垃圾桶 對不對 那我就覺得很可憐啊 所以其實你不知道我長這樣 其實代表的是 勤儉持家 但是她說我長這樣就是 一個人長怎樣 代表妳的生活的結果就是那樣 你知道她罵人不太髒字嗎 所以妳生活的結果 就變成那樣 對 她說如果一個人 連嘴巴都控制不了自己 妳還能做什麼 大事就又來了嘛 好 所以就把我當作 對不對 為小人跟婦女事業這樣 所以後來我就很難過 然後我有一次呢 就跟我的這個家庭一生聊 然後聊一聊就發現說 其實她提供了我一個 然後我可以解決我之前的一些 身體的問題 然後我今天有帶來 還有分享給大家 好 各位 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年過四十之後 真的代謝會變慢 然後又加上我生了第一胎之後 你知道新陳代謝又更慢 然後大家都會說 你臉怎麼看起來那麼腫啊 那麼胖啊 這個要再三澄清啦 就是因為 大家忘了她是一個小孩的媽 對啊 而且 壓力有多大 最近還在背孕當中 我又在背孕了 對 跟大家科普一個姿勢 你知道那個 同樣脂肪跟肌肉對不對 同樣重量的肌肉 如果是脂肪 那個體積 好可怕 那你應該說 對 因為脂肪就比較軟綿 這樣子嘛 對 對 所以那個同樣重量 脂肪因為是肌肉三倍大 所以為什麼你感覺說 蹭起來沒多少重量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很大 所以整個人就會腫起來 很中重的 真的是這樣 像我現在都吃這個 它的內容物呢 其實是藤茶萃取的 大家看它有一個 小綠人的健康食品認證 而且因為它可以 幫助我們 無意形成體脂肪 所以它還容獲了 SNQ國家體質標章 真的可以幫我們 把持住我們的一個健康跟身形 女人啊 就是要為了自己好看 體力好看啦 所以穿那種寬鬆衣服的時候 也不敢穿那種你知道 如果穿太貼 你就會很怕自己的身材 對啊 所以以前說 常罵人家如果胖都說 胖得跟豬一樣 我跟妳講 妳還不要瞧不起豬 怎樣 因為豬的體脂肪 也只有15到18%而已 現在男生的脂肪 大概在15到25% 女生更是28到30% 對啊 人比豬還可大 天啊 藤茶薑膀的成分 是一個藤茶的萃取物 它是一個漢本的萃取物 所以大家可以聞聞看 其實它裡面會有一種 中藥的味道 好像你聞到中藥房去的一個 中藥調理的概念 真的耶 有點像是我平常會去中藥房 就是抓集鐵藥的那種 藥香的味道 就很天然 老本的那種感覺 對 我那個時候也曾經到中藥店 然後去抓那個藥方 然後來熬除 可是因為我現在上通告 所以有點壓力 那就沒有時間做這些事 所以這個的話 就比較攜帶方便 而且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是 就是全台的一個知名的 中藥大廠製作的 所以大家在使用起來 就會有一種 比較安心的感覺 然後成分 萊龍去脈 都會比較清楚 我們之所以叫這個 天子藤茶 跟大家介紹一下 天子藤茶 它為什麼叫天子藤茶 天子這兩個字 其實是在講 光緒風帝 它當年因為身體不好 所以它就一直不知道怎麼辦 那它的老師 就幫它到處去找了一個藥草 回來 那這個藥草 光緒一吃就覺得說 怎麼神清氣爽 氣色也變好了 龍心大熱就說 這個就叫 天子藤茶 它真的很厲害 而且歷史悠久 天子喔 天子喝得聽起來就很厲害 小鈴絲 也正端上耶 老師 現在不用煮茶了 不用煮茶 我們有天子藤茶 直接吃就可以了 它裡面的這個藤茶素 其實是有助於我們提高 體內的一個 染汁素 那這個染汁素 在我們身體裡面 如果說體脂肪過高的時候 它就會停滯 那這個天子藤茶裡面 這個染汁素 它就可以幫助我們 可以推進它 所以在不知不覺當中 我們就可以一樣的 去吃一些大餐 這個成分裡面 還特別加了 陳皮 還有山楂 可以讓我們怎麼樣 去油解密 像因為我們家有三個男生 我就常常必須要陪他們吃到飽 那每次到飽 其實我壓力都很大 就覺得說 又不要浪費那種心情 又來就覺得錢花下去了 然後到底要吃不吃 要吃夠本了 所以這時候就偷偷 吃兩粒這個 對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產品很厲害的就是 它四十千萬 去做了一個八週的實驗 這八週就是 它用動物去做一個實驗 發現吃了以後的效果是什麼呢 它可以降低體脂的 百分之三十一 那其實 那很多喔 對 我自己大概吃了五六週 就很有感覺了 大家看到 剛剛我那個樣子 跟現在 可以呈現的在大家面前 現在狀態完全不一樣 因為每次來 我都發現妳的身材都更 更好 對啊 是 原來是有 對啊 來 久違的走秀 我也可以看一下一下 來 來 拿看 家綺目前最新的狀態 來 哇 哇 哇 你看妳是腳 你看她腳的 對啊 好動態喔 你們以為 你們以為她現在二十歲 十顆幾歲 跟大家講 今年幾歲 五十三歲 已經年過百分 真的看不出來 對啊 女界不獲之靈 對不對 你都保養的身材 完全三百六十度 零十腳 真的耶 是 真的 而且我覺得 其實女生 很辛苦的就是像我們 就是要維持身材 可是我們要顧家 然後也要顧老公 又要顧 顧東顧西 還顧很多小事 那自己沒有時間運動的時候 其實有的時候就是 用對一點小方法 然後也吃對東西 這樣的話 自己還是可以維持一個 緊實的身形 對 真的 好重要 來 咪咪 我覺得就是有時候 我覺得我們女生 就是好不容易你知道 全家人都睡了 小孩也都用好了 然後老公沒有煩你 然後你就覺得 這時段 老公沒有煩你 是指哪一種煩 哪一種煩 就是那一種煩 然後 然後 改一堵 求婚啦 完蛋了 先煩了 先煩了啦 就那種煩 他突然 今天他覺得 他自己覺得 體力好 沒有要管我 然後我就覺得 不要再 這時候就賺到一個 很放空的時間 終於有自己的時間了 我就想要幹嘛 就幹嘛 沒有交功課 我就是最喜歡 就是追劇 然後那種泡澡 然後洗澡 洗了一個多小時 我都覺得 就是爽 泡完澡 就再去泡一個泡麵來 就更爽 完美 完結結束 所以就覺得 老公不要管 可是我老公很容易 就是因為突然就是說 等一下跟我去那個 我要跟鄰居去喝酒 再一泡 對 等一下要喝個酒 什麼... 聊天什麼... 你要去喔 我說 蛤 我都已經洗完澡了 然後你為什麼 對 你還要再叫我出去 我就覺得不要 這就是我個人空間 那時候我就覺得 你真的不要來吵我 對 然後有時候 我就想 我要來追個劇 因為有時候陪他看韓劇 我也覺得OK 看完該看我自己了 我就想要看一些仙俠劇啊什麼 就是蒼蘭爵有沒有 那種 小喜小愛的 小喜小愛看得輕鬆 他說什麼 月尊大人 我就覺得帥 然後我老公就說 你又在看這個沒... 就每天一直的這種劇 不就一直都演一樣的嗎 有什麼好看的 然後 你又不會成仙 或什麼有沒有 我就想... 那道理啊 你說什麼 好慢耶 我就覺得想看嘛 你不要再管了 這時候真的男人就 不要再管 給他們一點自己的時間 對啦 好力氣 要幹嘛就幹嘛 好力氣啦 對啦 Terry 像我太太就是不太喜歡 我幫小朋友糾正他的作業 因為不要說 每次都是媽媽簽名嘛 對 然後有時候 比方說他在忙的時候 我就說來爸爸幫你看一下 今天作業做了些什麼 所以你會教小孩子功課 會 我會教他功課 那這會不會是 小孩子像鬼拿藥單 對 越教越錯 那有一次喔 你知道他現在小學 開始要學造劇 人家學造劇他都會卡關 然後卡關說 爸爸 這我覺得好難喔 這怎麼辦 我就說你來爸爸看一下 平均就有 我說這造劇很簡單啊 你就寫 全世界平均五個人 就有一個是白木啊 好不好 然後他就笑了 他就哈哈... 然後我就說對不對 這造劇很簡單嘛 你要發揮創意思想 結果他真的寫上去 等一下 他知道 他叫白木是什麼意思嗎 他知道啊 真的喔 白木他就已經知道 什麼意思了 對 因為基本小二生已經知道 卻已經懂這種東西了 只是我不想到說 我就隨便跟他亂講 他真的給我寫在作業本上面 結果老師就說 父母親就是要留意一下 需要注意 他小孩子很可愛啦 孩子對 對什麼 引導 適度的引導 要適度的引導 對 字句的了解啦 要練習這樣 說女兒他們班 就是要幫自己的年級設計 對呼嘛 像小異丁都寫永奪第一 小異丁就會獨一無二啦 那我女兒他們班 小三小三 爸爸喜歡 什麼 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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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好厲害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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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的對呼啊 小三 爸爸喜歡 好厲害喔 小四... 沒事就是 我覺得這個好笑耶 對 然後我覺得咪咪也是 他之前是禁止我進禪房 因為他覺得說 我如果看了他進禪房以後 就會對那個那方面產生 會產生陰影 但他覺得他應該不知道 我是百無禁忌的 像第一胎的時候 他就叫那個婦產科醫生 叫我說不准進去 結果我要進去的時候 他就把我推出來 第一胎不行 那第二胎一定要讓我進去的吧 結果第二胎 他為了不讓我進去 還偷偷自己坐計程車去生 趁我在錄影 半夜的時候 然後我回家想說 應該會打給我吧 結果媽咪回到家以後 他已經自己沒人了 自己跑去生 打到場 打到最後 已經 不好意思 生完了 連看都沒看到 大事 小事這每個人 看法不同 沒有啦 男人就不要管太多 沒有... 男人只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老婆的小事 就是我們家的大事 對 對啊 老婆辛苦了啦 老婆辛苦了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彩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太平安了吧 是 還有一件事 我們在錄影中 我們在錄影中 太平安了 那邊馬上